有些急救被警察死亡那些人 那天其實我在附近 我是看不到這件事的 但是他們聽到真的很多槍聲 我們在走的 其實我們真的在走的 他們叫我們走 我們就走 但是他們叫我們走 還不斷射我們 現場畫面是覺得他們是想殺殺我們 他們出的武力是絕對可以死人的 我們其實是很少主動去攻擊警察 電視上看的畫面都是 一些他們說的汽油彈或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防止警察 突然推進的一個工具 目的是保護我們自己 我為什麼會成龍牌 其實有一個很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明白很多其他的人 他們都有自己的包袱 不能放下 或者是有自己的原因 苦衷 不能成為一個前線的人 因為前線有風險 有一個很大的被捕的風險 我覺得既然我是一個學生 我沒有他們說的那些包袱 我沒有一個家人要養 沒有一層流房要供 我這麼年輕 這個未來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就有責任要出去 捍衛我們自己的家園 我們會有人負責 真的弄一些 就是汽油彈那些 就會丟的 然後就有人負責會拿一層幫忙 而我呢 我自己就多數就是 負責將警方射外的催淚彈 整式或者丟回去的 為什麼我要變勇 我覺得就真的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一早就覺得 是沒有用的 真的是沒有用的 我們想要的是一個 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香港 這場運動很多站出來的 都是年輕人 不是因為想玩而出來 他們是真的知道在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想要做什麼 我認識有一些前線 他們是寫了遺書 放在書包裡面 他們害怕有一天 他們站出來的時候 就被那個子彈 撕破頭 然後就突然不再認識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封遺書 放在書包裡面 我們不想愧對於家人 不想愧對於所有的抗爭者 我們想好好的 告訴這個世界 我們要的是什麼 你有寫一書嗎 我有 你書的內容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嗎 我 我有寫一封給家人 有寫給朋友 我都放在書包 跟家裡面也有一封一模一樣的 我怕的就是子彈 或者是被捕的時候 家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為什麼又出去了 所以我想寫封遺書交代我 為什麼出去的理由 這封遺書是代表 我們有什麼事情死去的 不能在抗爭的時候 也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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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在努力的抗爭的人 知道我們的犧牲是不會白費的 你問我值不值得 這場運動去付出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這個問題 我都答不了你 因為就算你問我 這100天內你做這麼多東西 最後得到什麼 我答不了 我覺得是什麼都沒有得到的 攬炒值不值得 我覺得真的答不了你 其實從小到大 香港這個地方 人們很自然知道 很冷漠的 例如有人在街上掉了東西 沒有人會波濡 但是這三個月這100天 就越來越看到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香港突然變成這樣 就是要變得 大家好像真的是一家人 真的有些 到前面有些畫面是很感動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覺得 要繼續 不管什麼發生都要報的 去到什麼地步才會聽呢 我想真的要去到 就是當全香港的人都放棄了 放了他們放棄了